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欣 很久沒做過這個近月最愛的影片 剛才我看一看我自己的Youtube 原來我上一次出近月最愛已經是三個月之前 有一次我記得我出去遇到一位觀眾 他跟我聊了幾句 他說最近很多旅行片 他說最近比較專注地在剪一些旅行片 他就說了一句說話 我都挺印象深刻的 他就說你不要想剪你的旅行片 你有空也要剪一下 拍一些近月最愛好什麼推介的影片 我都很喜歡看 我集團也有看 那我內心就很暗氣了 那今天就開始第五集的近月妝 第一樣就是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快速化妝掃清潔液 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常識 就是我們的化妝掃應該有空去洗一下 那你問我自己洗掃的頻率 其實我都比較難 我可能真的一個月會大洗一次 即是說我現在說那隻洗 是真的洗掃水去洗泡 然後混合水去洗 再浪乾它那種 一個月洗一次 其實老實說 都覺得是有一點點髒的 這個時候呢 這一枝呢 我就很推薦大家去買 其實它是180元很划 在這裡就示範給大家看它怎麼用 它扭開它呢 其實就這樣一個洞洞倒出來 這一枝呢 我就會勤力一點 即是你真的 真的三五七日呢 就拿出來洗一洗 那它是很方便操作的 那我就會倒幾滴先 然後呢 你就用張紙巾呢 在下面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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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然後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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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orever那裡做一天店長 那我就發現這支竟然改了包裝 因為我剛才就找回我家了 我這支大概是兩年前買的 你見到現在只是用剩超級少 非常之少 其實是同一支來的 但它以前就是這種噴霧式的泵口 以前這個泵口真的超級不好用 用了不夠十次之後 它這條喉就會塞住了 你就噴不出 然後後來我有嘗試用第二個瓶去放 那我就自己有一支Cleasing Oil 我就把這一支倒進去 然後這支也是一樣的 用兩三次它也是擠不出來的 我懷疑是它自己裡面的Cleaser的質地 是會真的令到這一種噴霧式 總之有一條管的這一種是很難出來的 但用一下我真的醜了 我們每次都要這樣拿出來 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很煩 直至前陣子看到它 升級了這個瓶口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這支真的方便了很多 第二樣最愛就是 Absolute Icon Mini的眼影palette 這個眼影palette我真的 嘩 什麼事啊 它現在 拍一下影片 我的小蝶豬現在 爬到我大腿裡 出來啦 爬到我大腿裡 爬一爬 好 是不是很可愛 很癡 它有三款顏色 那我呢 我呢 自己最喜歡就是這個顏色 超美 就是它這個橙色 還有這些橙紅色 真的超美 最重要的是 你知不知道什麼 它只有109元 這個是一個什麼概念 我立刻試上手給大家看 我今天眼睛這些橙色的 都是在塗這個 這個橙色我真的很喜歡 這種完全是pure的橙色 就是沒有添加任何紅色成分 很橙很橙的橙色 立刻試給大家看 你看 你看 超顯色 一次過點太多 可能會有些pure粉 但是你擦勻之後 它是 好像 輕薄到 好像融合了你的皮膚 真的很漂亮 那這一盒呢 它有一些是真的唇啞色 有一點是混了珠光的 這個顏色我也覺得是挺實用的 因為其實呢 女生可以真的多些試一下 試一下這支 橙色 紅色 紅色 或者是酒紅色的顏色 因為會令到你的氣色 看起來好一點 就是一開始 你會說 很難 carry 其實你看看我現在的眼睛 都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呢 我就試完它綠色 給大家看 上手 因為真的很漂亮 這個 嗯 很推薦 大家可以去買 好帥 好帥 第三樣 是唇膏 那這個唇膏 那這個唇膏 我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 我喜歡到的程度 是我過去兩個月 每個月 至少有20天 是在用它 包括我現在 那我IG story 都分享過很多次 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 The Artists 又無唇唇膏筆 那我特別呢 是真的很喜歡這兩隻 超級漂亮 其實呢 今年呢 是很流行一些 Matte的唇膏 如果你有關注這個 彩妝界的潮流 其實早兩三年 開始已經很流行Matte唇 但是呢 今年的Matte唇 是 就是 它感覺是 絲絨霧面 要留意它 它Matte的質地 是 比較滑身的 今年輕 因為說真的 其實你做Beauty YouTuber 做了一段時間 都真的 很多牌子 會發他們不同的唇膏 來給你試 那這一支呢 我是覺得 最滿意的 以 這個Matte 絲絨 絲毛的質地來說 我是最滿意的 那首先呢 因為它唇膏 這個筆的形狀呢 就算你拿出街上 補妝呢 沒有鏡子 你可以這樣畫 已經是畫得很好 那另外呢 它的質地呢 其實是很柔滑的 那我畫上手 給你們看 是否畫得太多筆 只是畫一下 這個 畫一下 我的嘴是真的 很容易敏感 因為我經常都會爛咀角 而且我一乾就會很容易引致爛咀角 所以我的嘴是不可以乾的 很多Matte的唇膏 我不是很適合用 是因為我很容易會起死皮 這支是完全不會起死皮 而且呢 它真的你畫上嘴都不會顯純紋 好油滑 我現在嘴上這個呢 是300號色 它是 有一點點玫瑰色 混橙色的感覺 那就會顯得氣色好一點的 另外這一支呢 就是 201號色 那它就完全是 真的好像 我覺得好像玫瑰色 再畫多一條給你們看 那還有呢 我覺得它呢 就這樣畫完整個咀效果都很漂亮 或者呢 你撈了一些遮瑕膏呢 用來做漸變的唇 都是很好 我立刻試給大家看 你塗了一點遮瑕膏 塗了整個咀 這樣畫一半 勻開它之後呢 再用手去擦一下 擦開了邊之後呢 再可以在中間加一點深色的 是否很漂亮呢 那它價錢也很划算的 180元 那由今次開始的 近月最愛呢 我都會在Infobox上 打每一樣東西的價錢 那就是 因為之前也有看到有些人留言說 如果打完價錢會更好 那所以就 對 你們可以看看 詳細的 即製作名 那些的 下一樣 Addiction的遮瑕膏 這個呢 它是三色遮瑕盤 它呢 遮瑕力也挺好的 但是那個質地呢 是超級輕的 它好像一層霧那麼薄 還有呢 它是非常之容易推 它呢 你的手指放下去那一下呢 就感覺到這個遮瑕膏呢 它是超級柔滑 很薄 很容易推 而且呢 是一點都不會乾 不會顯乾紋 不會卡粉 那些的 那些的 這個palette呢 價錢也很划算的 那三種顏色呢 都挺實用的 因為你有時候呢 遮瑕眼圈呢 是要塗了一層比較深色 之後再在面上蓋一層淺色一點 才可以完美遮瑕的 所以這個呢 無論是質地 效果 價錢 以及實用程度的顏色 我都覺得是很好的 還有呢 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這個牌子 Addiction 它在日本也是很出名的 就是日本的銷量也是很好的 這個很老實是一個Git來的 但是我沒有收任何錢拍這條片 那試用了之後呢 我是覺得真的想推介給你們的 另外呢 今天想介紹的 就是它的一支粉 粉底液 這支粉底液呢 叫做The Skin Care Foundation 那聲稱呢 就是化妝同時護膚的 其實這個牌子最有名呢 應該是他們的粉底液 而不是那支遮瑕膏的 粉底液出名一點 這個呢 我覺得是很適合秋冬用的 其實夏天的話呢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呢 一看我擠出來就知道了 這支粉底液 它完全呢 是 你看它的流動性 真的高到 它 很不像粉底液 推開它呢 它的質地呢 就比較像是防曬液 像是一些流動性很高的防曬液 一點都不像粉底液 那這一支呢 是超級很上臉 上臉之後呢 整塊臉呢 是會 是很明顯的 因為呢 是有極高的光澤感 在裡面的 但是呢 它很明顯的程度 真的有些太多 就是我推薦呢 會用那個定妝粉去定好 會比較好一點的 老實說 油肌可能不太適合 比較適合乾肌的 那還有呢 另外呢 有些膚質呢 都是千萬不要買的 例如 如果你本身呢 臉上很多暗瘡癮 紅癮的那些 你千萬不要買 因為它的遮瑕力是非常非常弱的 即十分裡面呢 可能是 一分 基本上你任何這些很輕很淡的斑 抖印 完全是遮不到的 不過我都會原諒它的 因為 其實它這個牌子 它主打呢 就是粉底液 是用來令你皮膚變得要好看 而不是用來遮瑕的 因為它 他們覺得遮瑕 最好用遮瑕膏的 至於護膚成分方面呢 其實我就不太感覺到的 裡面有十款精華的 而且它價錢也很值得的 是可以試一下 我今天其實也是用這個粉底液 那好像是我這種皮膚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都會有一點點印在 而且我皮膚薄呢 就是會比較顯胸的 那我用呢 我一定一定要想遮瑕膏 想遮瑕膏的話呢 是真的覺得差一點的 但是它的質地我是很喜歡的 另外一個粉底的推介 這一枝呢 就比較貴的 是Cley Deport的The Foundation 這個盒呢 其實我買了一年多的 我去年的秋季買 但是呢 一直以來呢 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我放在之前那幾集的 好不容易推介 是因為呢 這個粉底呢 我只是會秋冬用 那所以 因為之前 夏天我又不好意思推介 推介 那些不適合季節性的東西 又沒什麼意思 我去年用了整個冬天之後呢 其實今年 基本上大半年呢 都放在這裡 沒有開封過的 那 但是因為現在開始有 由秋冬 11月開始變得乾燥 再用回去 那你看到呢 我已經 已經用了大半瓶的 用了很多 所以我其實 2月去北海道的時候 已經買了一瓶全新的 是未開封的 因為我覺得它是值得回購的 那首先呢 它是一個非常之矜貴的粉底 你知道Cley Deport呢 它有一個creme 叫做lacream 是賣6千多元 很矜貴的成份 收復力很好 那些粉底呢 它是有那個creme的一些成份 那它也是一種護膚型的粉底 我用這個粉底的時候 我是不會想Base 那因為呢 你塗的時候呢 你簡直覺得它是不像粉底 它是一種綿霜 它真的像creme 它真的 對乾肌來說真的很好 因為 上年12月去美國那段時間 皮膚是真的很乾 乾到歸裂那種程度 用這個creme呢 是 才覺得剛剛好 去到那種情況很乾 你用很多粉底都卡不開的時候 這一款是我的救世主 那當然在香港呢 我覺得有時候肌膚 如果我的底子變得好的時候 其實可能未必需要用到它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皮膚超乾 超易卡粉 試了很多種 你也是好卡的話 這一款呢 是適合你 其實呢 它流動性不高 但是呢 推開它呢 超滑 你看看是不是很像creme 它的遮瑕力呢 是ok的 但是呢 你不要預期它是很高的 就是普通的 少許紅人都可以遮到 但是後期都是要加遮瑕膏的 你完全一邊推 一邊感覺到裡面是有些精華 還有一些油在裡面 那 我是很喜歡這個質地的 真的會令到我的毛孔遮瑕了 還有看起來 就是秋冬 你看起來很滋潤 妝很貼很滋潤 很貼很滋潤的 Cleady Pau很多的粉底 我都覺得它們 有一件事做得很好的 就是真的 你遲妝十小時的妝感 是會越夜越美麗的 它這一盒都是 所以我覺得它貴 但是我依然會去買 這個和剛才addiction那個呢 大家的妝感都是很像裸妝的 但是這個的滋潤度呢 我覺得會再高一點 而且它的遮瑕是再高一點 因為這個遮瑕是很低的 很薄的 好了 已經來到尾二一樣要介紹了 就是這個Majolica的胭脂 這個胭脂呢 我用了很久了 其實我想我應該放了一個 超過三四年 其實化妝品一般有效 就是最好的使用逆期是兩年的 其實我不應該放這麼久 最近開始拿它出來用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 其實前陣子有一期我的胭脂數 不知道被我丟到一邊了 所以沒有胭脂掃 那我又沒有用碎粉掃來上胭脂 那我就說 哎呀 拿它出來吧 因為這些是有泡在這裡 你不用用掃也上去 嘛 開架品牌來說呢 它真的很高質 因為它的粉呢 這個顏色呢 這個顏色呢 叫做PK301 它的粉也是很幼細 就是 基本上你這個泡泡這樣按兩下 塗在臉上 就可以很均勻 很自然地推開它出來 這個呢 我記得是我以前學生時期 都真的很喜歡的一隻胭脂 我想我第一次買都真的很久之前 可能十五六歲的時候幫了 那之後一直六六六 都有買過有用過的 但是真的 真的夾了這麼多年 你再用回 我依然覺得它是一隻好的胭脂 好的胭脂 變了聲 最後最後要推介的一樣呢 就是這個 FREE的極致活 它是一個護膚油來的 它是植物油來的 它是植物油來的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的成分 都是比較自然的 我很喜歡 很喜歡它的香味 還有質地 我一打開蓋子 尾巴套出來 已經是聞到它的味 是真的 真的很植物 很天然的感覺 是會令你覺得用得很安心的 每一晚塗它 因為真的太香 我都覺得是一種享受 那 真的很浮誇這個樣子 通常用油都會是秋冬才用 那特別呢 如果你是乾肌的話 用油 和不用油 那個分別是真的很大 在護膚程序裡面 加上用油 這個步驟 你真的每一天起床 你都覺得自己的臉 是水潤 因為其實油 它是可以保護 和做保濕的作用 拉平你身體裡面 皮膚裡面的水油平衡 而且油 它是真的好像一個 保護器一樣 可以幫助你更鎖水 它這一種油粉 你一塗到臉 它是瞬間被皮膚吸收的 真的它的滲透力 我覺得是很高的 但是呢 它滲透完 即是被你的皮膚吸收完之後 它表面 都依然會有一層很薄的油 即是真的做一個保護器的作用 那這一期 用了它之後 皮膚是真的好了很多 即是這些比較乾的季節 如果你皮膚適應不到 是會瘋瘋瘋瘋瘋的 但是你看我現在的皮膚狀況 都真的不錯 因為很保濕 我的用法呢 就是我每一晚晚上睡覺之前 我塗完Toner之後 就會塗我的眉精華 之後再塗一些 焗布性的 即是需要用那些 可能是美白精華 或者其他精華 然後塗完精華 我再用這個油膚一塗 然後塗三下 一下兩下三下 之後搓勻成大臉 那最後呢 我就會再用眼霜和霜霜 上粉底之前用油膚 也是效果極好 那 對了 今天的好物推介 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 或者是有什麼 類型的產品 想我分享 也可以在留言下面 告訴我 謝謝你們收看 拜拜 好